这段时间咱们很多的网友普遍咨询 那么现在种植这个番茄 到底能不能去打这个空旺剂 其实谈到这个西游室这块 咱们很多比如说一些种植的高手 往往会通过比如说这个风口 早开晚关通过温度来进行一个调控 第二个方面就是可以通过一些化学制剂 可以去采用比如说假派翁 也就是咱们说的排装素 也可以通过这个西游室去进行调控 假派翁它毕竟属于是最安全的 但是效果来的特别的慢 你要想效果来的快一点 其实也可以去使用一些西游室 因为西游室对下场这个作物 它没有什么影响 我一直不提倡咱们去使用这个多校图 因为多校图对下场这个作物 有影响因为它持久性的比较长 不管你是采用的矮装素 或者是西游室 一定要根据使用量的说明 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朋友们购买的量是多大 所以建议您咨询当地的这个蒙子经销商 然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量 当然咱们在喷洒的过程中一定要自己先小面子做一个实验 因为您七天左右一周的时间 你就能够看出一个效果 先赏亮 宁可没有控制住 再打一次 在喷洒的过程中 就是说这个头 就是这个顶端的这个生长点 这个问题咱们一扫而过 快速的一扫而过 这样子就可以 这个最大程度的去控制那么它的一个顶端生长的一个优势 这样子尽可能去减少咱们这个花絮 与花絮之间这个距离 可以缩短一下这个做果的一个间距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